今天和大家介紹762中國聯通 見到三大中資電訊股 其實都全部公佈了今年頭三個月的營運數據 總之來說整個行業的表現都不錯 最主要是前期港費提出的政策影響 是逐漸消退和不注意的上限數目逐步增加之下 令到整個行業的業績出現回穩 個人來說三萬中資電訊股個人比較喜歡 一個是中而動中聯通 中而動主要是它的股息息率比較高 業務比較穩健 至於中聯通見到它現在在業績的復甦報告當中 相對三隻來說是處於一個走得比較前的其中一隻 再加上中聯通今年中期業績的時候 是曾經公佈這個中期息率 預計全聯的中期息率有機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題目 投資者可以在4元那裡留意 目標價可以放在4.5元 至於指示位可以放在3.7元